被霸凌了整整半年 想着自杀一了百了的时候 我觉醒了读心术 听见一直欺负我的校霸的心声 晚晚今天又和别人说话了 为什么他总是学不乖呢 明明只要看着我一个人就够了 晚晚是我的名字 放学后 我被一群人压着跪在地上 擦过地板的脏水 直接迎头泼下 将近零摄氏度的天气里 我动得求饶的话都说不出口 但我沉默的态度 更惹恼了眼前的人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 把我冻住的思维拉回来 诚哥跟你说话呢 还敢走神找死是不是 我瑟缩着抬起头 望向那个高高在上的人影 我的同桌 这所学校的校霸 欺凌我的始作俑者 几诚 他垂着眸子 神色淡漠的把玩着一个打火机 知道自己打错了吗 薄唇淡淡的吐出这句 熟悉的刻入我骨髓中的话 每次霸凌我的时候 继承都会先问这一句 然后逼着我边磕头认错 边自己扇自己巴掌 以至于只要听到这句话 我就条件反射的全身发抖 对不起 我屈辱的跪在地上 麻木的吐出认错的话语 我不应该不经过允许 擅自和人说话 嗯 还有呢 继承语气懒懒的 透了几分漫不经心 还有 我有些迷茫的抬起头 但下一秒 对面的人直接抬腿 将我的脑袋碰在了地上 夜晚晚 你是不是缺了男人就不行啊 恶毒刻薄的话语 从好看的双唇吐出 见到个男的就贴上去 不恶心啊 哦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麻木的想着 于是我顺从的开口道 对不起 我不应该见到男的就去勾引 周围响起一片笑声 可我明明只是跟人说了一句谢谢 但辩解的话 只会引来变本加厉的殴打 诚哥 这你的针剑啊 有人开口道 这种婊子 看着就恶心 几双脚踢了过来 落在我的腹部 背肩 我死死抱着脑袋 并努力忍住不哭喊出声 不知过了多久 他们似乎厌烦了 打一个没有反应的沙袋 才终于停了下来 几成的声音 依旧不紧不慢的响起 下次还敢吗 不不敢了 浑身都在抽筒 光是挤出这几个字 已经费尽了我所有力气 嗯 几成的声音有些许愉悦 他望向周围的人 扬了扬下巴 走吧 一群人开始说说笑笑着离开 我麻木地躺在地上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再痛 没有尊严 也没有希望 我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迷茫 像这样子活着 真的有意义吗 几乎是在这个念头闪过的同时 我忽然听见了几成的声音 晚晚今天又和别人说话了 为什么他总是学不乖呢 明明只要看着我一个人就够了 晚晚是我的名字 那声音像是直接在我脑子里响起的 什么 我错愕地抬起头 但继承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楼梯拐角处了 只是幻听吧 我有些疑惑 但刚刚那一打岔 就让我轻声的念头莫名打消了 还有三个月就高考了 只要再坚持完那三个月 就能永远离开这所学校 离开这些人了 我咬牙从地板上爬起来 一拳一拐地往家里走去 已经七点了 再过一小时 妈妈就下班了 我得赶在她回家之前 洗掉一身狼狈的痕迹 不能让她发现 否则 她一定会很难过的 我是单亲家庭 妈妈一个人拉着我长大 已经很辛苦了 不能再让她担心 回到家里 熟练地收拾完自己后 我抓紧时间 拿出笔记本开始复习 自从开始被霸凌之后 我的成绩也下滑了许多 其实 只是皮肉上的疼痛 我并没有能在意的 但几成会莫名其妙地 撕掉我的卷子 笔记本 会在我听课的时候 把我的教科书拿走 会因为我认真学习 而忽然给我一巴掌 长此以往 我的成绩 从原本的班级前几名 掉到了中有水准 班主任大概看出了 什么苗头来 但几成家听说很有背景 他不敢招惹 于是只能视若无睹 默认了继承对我的霸凌 于是我每天 真正能学习的时间 就只剩回家后的这一点 明明我只是想努力学习 考上一所好大学 找到好工作 让妈妈过上 更轻松一点的生活 这么普通的人生规划 为什么会那么遥远 难以实现 第二天 拎着来不及吃的 小面包和早餐奶 我扭扭捏捏地走进教室 我也不想这样一副 微微缩缩的模样 但身体已经形成记忆了 只是靠近这里 我就呼吸困难 胸口发闷 浑身难受 游游郁郁蹭到座位前 我看见继承早就 好整以侠地坐在位置上 嗯 有点想喝晚晚的早餐奶 但这样的话 他只能空腹度过一上午了吧 算了 熟悉的声音 再度在我脑海中响起 我愣在原地 呆呆地望着继承 明明他嘴唇完全没动 可我却听见了他的声音 看着我做什么 继承眯起了眼睛 语气有些危险 像一条责任而逝的毒蛇 我浑身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地 将手中的早餐奶 和小面包递了出去 你吃过早餐了吗 这个给你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以继承的恶劣性格 一定会先把我恶心 然后把东西全扔掉的 然而预想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几尘正正地望着 我手中的牛奶 像是想到了什么 两久 他唇角微钩 好啊 谢了 继承接过了牛奶 居然真的接过去了 甚至道谢了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睁大双眼 难道刚刚听到的不是幻觉 是继承的心声 呼 好傻 每次看到他这副笨笨的样子 就想垫本加厉地欺负他 不过今天就算了吧 早餐奶挺甜的 再次听到继承的声音 我忙说回视线 坐到座位上不再看他 我拿出书假装认真在看 思绪却已经疯狂发散了 居然真的有读心术 我能听到继承的心声了 如果能利用得当的话 是不是能让他不再欺负我了 就像今天的牛奶一样 说起来 我和继承的关系 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糟的 他是转校生 高三开学的时候 才转到我们班上 几尘为人有些孤僻 而我当时是班长 所以班主任 才把他安排在我身边 让我多照顾着点 最开始继承对人爱答不理的 我就每天给他带早餐 帮他抄笔记 下课了也会缠着他说话 希望能让他变得开朗一点 好不容易关系好了一些 但后来是怎么落到这种地步的呢 好像是有一次 我跟班上的几个学霸 在讨论问题 几尘忽然就掀了桌子 然后他抓着我的头发 把我扔到了走廊上 骂我贱 恶心 不要脸 那之后 被他忽然辱骂 和殴打就成了家常便饭 他还警告了班里其他同学 不允许任何人跟我接触 最初 有几个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同学 帮忙打抱不平 但在被殴打了几次后 他们也默默选择了远离我 再到后来 有些人似乎发现了新的乐趣 也加入了霸凌中 所以最开始 几尘究竟为什么要忽然针对我 我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 上课灵敲响了 仍旧心不在焉 几尘懒懒的支招下巴 望着窗外 像是在发呆 但我听见了他的心声 嗯 这个窗户该擦擦了 都有些看不清婉婉的脸了 他在通过窗户倒影观察我 我不由浑身绷紧 小白兔今天好像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是不是昨天下手太狠了 那也是他活该 我已经警告过他那么多次了 但他不许和其他人说话 为什么还是要和那些 不三不四的人纠缠不清 看着就让人恶心 真想把他锁起来 让他再也不能跟其他人接触 为什么就是不能学乖一点呢 我如坐针毡 脑子里已经听不进去 一点讲课的内容了 而继承的心声 还在不断涌入我的脑海中 小白兔最近甚至又瘦了 感觉腰制一把就能掐断 早上果然不应该拿走他的牛奶 但他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带过早餐了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认真学习是想考不好大学 然后离我远远的 你真觉得自己能逃吗 不管跑到多远 我都会把你抓回来的 不 还是应该稳妥一点 提前策划让他参加不了高考更好 抢走准考证 还是干脆废掉他的右手 这样做的话 往往会很伤心的吧 但是只有彻底毁掉 他才不会总想着逃跑 变成废人 永远留在我身边吧 我整张脸一片煞白 好不容易等到下个铃响了 我迫不及待地冲出了教室 卫生间里 我抱着马桶 克制不住地吐了出来 我终于明白继承为什么要针对我了 原来不是因为厌恶 相反 他爱我 爱得入骨 怪不得他总是会在 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忽然变脸 还受一拳班人孤立我 原来只是扭曲的占有欲作祟 但如果这就是他爱人的方式 那还真是令人恶心 我看着镜中的自己 眼睛里满身冷漠和厌恶 我不知道继承为什么会叫我小白兔 以往只要他一开口 我就会害怕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几成就会生气地拽起我的头发 问我是不是哑巴了 但现在我红着眼睛 手按着肚子 带着些许哭腔 孽如道 肚子有点不舒服 我肠胃不好 早上没吃东西 我看见继承神情一致 随后 他有些烦躁地嘲叫失能外走去 几分钟后 一杯热腾腾的豆浆和几个面包 被扔到我面前 还你的继承凶巴巴道 他额头出了一层薄汗 气息也有些不稳 看样子 刚刚应该是一路跑到小卖部 又快速跑回来的 我接过东西 望着他软软一笑 谢谢你 继承动作顿了一下 别过头去没有理我 但我听到他的心跳声 比平时快了一些 我心中只是冷笑 很快上课铃变响了 接下来的一整节课里 继承的心声无比嘈杂 一会后悔早上 不应该抢走我的早餐 一会开心刚刚跟我说上话了 一会在想 我的胃疼有没有好转 一会又跳到要毁掉我的高考 乃至人生 而我始终气定神闲的听课 认认真真做着笔记 到了下课的时候 我拿出刚刚多抄了一份笔记 递给继承 谢谢你刚刚给我买的东西 这是上一节课的笔记 我看你刚刚好像在走神 所以我多抄了一份给你 我们刚成为同桌的时候 我经常上课抄两份笔记 将多的那份塞给继承 但后来 我仅仅是坐在他身边 就严重PTSD 手抖得连自己的那份笔记 都写不下去 更别提帮他多写一份了 笔记递出去的瞬间 我看到继承的眼中闪过一丝怀念 他没说什么 只粗暴地将笔记塞进自己的书包里 但放学的时候 我注意到 从来不带东西离开教室的继承 这次破天荒地 背着书包离开了 接下来几天 我每天都会给继承带早餐 上课也会多帮他做一份笔记 和所有同学 尤其是异性 保持距离 在继承跟我说话时 乖乖地回答他 我们的关系有所缓和 至少这些天 我没有再遭受过无端的殴打 继承的心声 也时常在两个极端跳转 一会是猜疑 他为什么又忽然对我这么好 他想做什么 一会又是喜悦 如果他能永远这么乖就好了 最喜欢玩玩了 但有一个声音一直徘徊不散 毁掉他 只有这样他才会永远留下来 永远对你好 真恶心 我冷眼旁观 视若无睹 不过 也是时候来寄猛料了 没寄错的话 还有三天就是继承生日了 我提前买好了礼物 一个普通的水杯 网上九块九包邮 好评还返现两块钱的那种 对于这种人 多花一毛钱都不值得 只不过 那个水杯和我平时用的款式很像 不注意看的话 会认诚情侣对杯 相信几尘一定会喜欢的 然而这一天 我还没来得及走进教室 就被一群女生扯着头发 推进了卫生间里 为首的那个人 是几尘的表妹叶宜雪 今年读高二 叶宜雪针对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最开始我以为 她是跟继承同仇抵抬 但现在我明白了 她只是暗恋继承 并且嫉妒我 真可笑 如果可以的话 我巴不得把继承的扭曲的爱意 全部送给她 几个女生推搡着把我压倒在地上 一桶又一桶的脏水迎头泼下 我听到叶宜雪在冷笑 多到几桶 洗起她满身的骚味 看她还敢不敢到处勾引男人 拳脚如雨点般落下 我拳起了身体 努力护着怀里的东西 停 叶宜雪皱起眉头 暂时制止了那些人的动作 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交出来我慌乱地摇了摇头 没 没什么 我只是肚子不舒服 所以才捂着 电解的话还没说完 叶宜雪直接用一个响亮的耳光 打断了我的话 谢婉婉 当我傻逼是不是 她扬了扬下巴 立刻有人上前拽住我的双手 往背后一压 怀里精心包装的礼物盒 直接掉在了地上 叶宜雪神色晦暗不明 用足尖挑了挑礼物盒 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蹲下身 拆开了盒子的包装 里面除了一个廉价的玻璃杯 还有一张我精心准备 送给我亲爱的 同桌的贺卡 果然 在看到贺卡的瞬间 叶宜雪的神情 以下变得极度争獰扭曲 她一言不发地将贺卡钻成一团 拿起那个廉价的杯子 然后狠狠朝我砸过来 杯子落地碎裂的瞬间 我闭紧了眼睛 生怕有碎片滑进眼睛里 我听见叶宜雪的冷笑声 见货 我就知道你对我哥有意思 也不撒泡尿罩罩自己的剑样 你他妈的也配 你这婊子 是不是看到我男的 就想勾上去啊 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做人 说着 他只是旁边的人 把我拽起来 往玻璃片上 我被挣不开的力道压住 跪在一层碎玻璃上 校服裤很薄 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我的膝盖很快被磨得血肉模糊 叶宜雪的嘴巴还在张合 拖出羞辱人的话语 但我已经听不清了 脑袋里嗡嗡的响着 眼前也不住的发黑 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倒下来的时候 忽然听到卫生间外面 传来熟悉的声音 晚晚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身体不舒服请假了吗 是继承 他正好路过 我拼见最后一丝力气 喊出了他的名字 继承进来的时候 叶宜雪眼急手快的 将赫卡揉成一团 扔进直楼里 他的眼神飞快掠过跪在地上的我 随即落到叶宜雪身上 语气不善 你们在干什么 哥叶宜雪上前挽住了他的右臂 略带撒娇的抱怨道 这里是你侧爷 你怎么就进来了 继承不动声色的将手臂抽出来 语气依旧冷淡 我问你在干什么 帮你教训你们班队贱人呀 叶宜雪露出天真的笑容 哥你不是一直很恶心他吗 我的事情 用不着你插手 几成露出一丝厌恶 可是哥 你知道吗 叶宜雪装做气鼓鼓的样子 他真的很恶心耶 我刚刚还看到他在跟一个男生大话 那男的还蛮帅的 个子也高 我看到了都有点喜欢了 他直接贴过去 要人家的联系方式了耶 才第一次见面 就这么会勾搭 你说见不见 叶宜雪满口谎言 我一进学校就直接往班挤走 路上根本没有遇到任何人 然后就被他们拽进了卫生间里 我知道 他是故意说这种话来刺激几成的 以前叶宜雪也时常往我身上泼脏水 说我帮大款 当小三 出去卖 我开口解释 只会被他们变本加厉的辱骂殴打 后来我就学会了保持沉默 无论他怎么捏造 我都不反驳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敢直接当着我的面 向几成告状 果然 听到他的话 几成的神情马上就变了 他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如同钢针一般 他说的是真的吗 继承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叶宜雪绝着嘴道 哥 难道你不信我的话 反而信这个贱人 他能脚尖踢了踢地上的玻璃碎片 这个杯子 就是他送给那个帅哥的礼物呢 同时 叶宜雪不动声色地给我递了一个饱含威胁的眼神 承认我刚刚说的话 否则之后弄死你 他的眼神如此说道 我听到继承愤怒的心跳 他在骂我水性洋花 骂我果然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视线 否则就会去找别的男人 似乎只要我说出一声事 他就会上前把我活活掐死 我很想辩解 但我实在是太痛了 身体和意识都摇摇欲坠 于是我用尽最后的力气 让自己在昏倒前说出那几个字 生日快乐继承